Hello 大家好 就说一下不胡思乱想 啥吧 比如说 想杂气杂吧的事情 是胡思乱想 想一些莫名其妙逻辑的事情 也算胡思乱想 想自己之前见到的 看到的 其实人有这种习惯 就是他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他下意识的就会去想 他是评判 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 其实这就是你的意识习惯 那只是你意识不到 但偶尔做梦的时候 你还会梦到这个事情 那就是 其实你在想 你在给反馈 人就是这样 也很正常 可是我们不能够 没有了智慧 没有理智 如果说胡思乱想 是我们的感情 那我们就要用理智 来战胜它 用清静心来过生活 你才能够自在 不能够随风飘摇 随风飘摇就完了 就这样下去的话 能得到什么呢 所以最重要的呢 就是训练自己的自信心和定力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不用去第一时间 马上给出反应 把心定在纯净纯善上面 你才能够给很多事情正确的反应 这个要自己一点点的实践 靠戒律去做 加油 加油 别人把心哪来怪我 不错